您好 我是陈燕盈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新闻一开始来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 对抗通胀 美联储自2018年以来首次加息 美联储周三对飙升的通胀做出了回应 将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 并暗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加息 专家预计 美联储今年将加息多达7个0.25个百分点 并在2023年再加息几次 已将通胀率降至接近2%的年度目标 大陆民航局 美国飞上海航班改降其他城市 大陆民航局宣布为缓解上海市疫情防控压力 自3月21号至5月1号期间 调整部分上海入境国际客运航班改降其他12个口岸机场 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包括国航 东航 上海航 吉祥航 春秋航 美联航 达美 以及美国航空等公司 共涉及22条航线 汽油价格飙升 Uber今天开始增收燃油附加费 Uber的燃油附加费于3月16号起生效 每次行程增加约45至50美分 具体取决于距离 Uber一次增加35至45美分 Lift表示计划实施类似措施 部分驾驶在社群网站上表示 扣除汽油成本后实际工资已不及最低工资 他们呼吁Uber和Lift应设法减轻驾驶负担 首次开瓶瓶盖孔弹出374万瓶软糖召回 Airborne营养软糖在第一次打开时 瓶子中的压力恐将瓶盖弹出 造成伤害而召回 未开封的瓶子 消费者不应尝试打开 并应联系Racket公司获得全额退款 目前已收到70起 关于瓶盖弹出的报告 其中包括18起轻伤报告 和一起眼部受伤需要就医的报告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